苏醒和王月鑫到底是什么欢喜原价呢 在07年快男小组对抗战时 他们正面交战 还没开始比赛 王月鑫就已经将讨厌拳写在脸上了 我跟月鑫真的很有缘 月鑫加油 刚刚我们一队的每一位队员都表现得非常好 所以最后一位队员都在感谢你 你们是二队 对苏醒你们是二队 没有人能拒绝23岁的苏醒 除了18岁的王月鑫 但苏醒好像并不知道当年大家都不喜欢他 在13季11竞技赛上 王月鑫宣布安全竞技 于昊明冲上台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此时兴头前却多了一个人的身影 苏醒努力融入的样子 真的好微微呢 不然三个人的友谊太拥挤 15年过去了 王月鑫对苏醒的讨厌还是一如既往 录制团宗前 导演组曾问 如果要选一个兄弟离开 哪会是谁 他们俩丝毫不留情 就是我留下 其他该谁走 我跟他说个拜拜 大家都成年人 我自己了 我相信另外的五位哥哥都会选择自己 不行做一个就是说 啊 怎么 有人选你 等一下 你给我三秒钟啊 苏醒退出 考验一如既往 更加了 王月鑫停顿的那三秒 算是给足面子了吧 还是老歌手日常时 王月鑫表明逼躬逼近 听从直到 把这个脏水泼向别人 把这桶水泼向远方 动作要尽量的舒展 挥洒 知道了 可以吗 老板 让你破我脸 对不起 不知道这脏水是无意呢 还是姐姐报复了 苏醒也会在字里行间 透露着爱意 毕竟月鑫比较专业嘛 看了他的很多细节 我才明白 为什么他演了这么久 还不是一线 我这很快 也要步入下一个生活阶段了 希望你勇敢地迈出下一步 但是这个步子也别卖得太大 别卖得太大 时教你选秀的时候 带头孤立呢 苏醒这脚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吧 节目上王月鑫本想着好心帮苏醒 已经联系机会的 但他们两个的信念度几乎为零呢 这边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演员 他的演技是影帝级的 他名字叫做苏醒 松手了吗 发出去了吗 导演 这猪蹄疼我不要了 我一个辈子能跟导演说上几次话 怎么了 现在你们两群一大人情仇 会要拉上路骨呢 15年前王月鑫对苏醒爱达不理 15年和王月鑫去成了最懂她的人 我觉得我也很努力 我也写了很多很用心写的作品 如果有人肯多推我一下 给我一个平台和机会 我可能会很好 我特别懂艾伦说 他在凭他自己的那个力量 那个非常微弱的力量 他在奋力地反击 你给我成绩数 我写了破译好吗 最讨厌的人 一个条件那么优越的人 一个才华那么才华横溢的人 我15年没有起来哭过 我怎么这么爱他 他的内心那么柔软 那么的善良 他虽然外表也有刺 他最终他内心是非常的善良 或者柔软的 这么多年 苏醒终于把王月鑫 攻略成功了